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比特币阿丽的频道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还是来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这个是比特币大会的第二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 那么今天备受瞩目的就是Donald Trump的出现 那么我大概聊一下我自己听到看到的 以及我自己现在的一些想法 那么一些感受 那么本视频是不涉及任何的政治方面的内容 那我只是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而且本视频是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来直接说 Donald Trump今天本来是suppose 本来是两点钟 就是当地时间 美国中部时间两点钟开始的进行一个演讲 但是他迟迟没有到来 那么我看新闻说 他是早就在一个多小时 在一点多钟 一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现场了 但是他到三点多才出来 也就是说他真正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非常非常的不守时 然后我旁边坐着的一个大叔 可能是可能不喜欢他 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大叔 算是一个老头 那么从头到尾一直在埋怨 其实我自己我到无所谓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无所谓 那么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候 就是大叔说这么不守时 那么这种人怎么能选上总统呢 说好的两点 那么而且呢 这比特币这两天来了那么多的人 那包括这个RFK 包括Michael Siller 包括木头姐 Cassie Wood 还有很多的议员 那美国的参议员 然后州议员等等等等 没有任何一个人迟到 那除非是有的人脱膛了 比如说Michael Siller 他多讲了几分钟 那后面的人就会顺着去延后 但是呢没有人迟到 那Donald Trump今天迟到 让很多人不爽 那紧接着这个Donald Trump来了之后呢 前面聊的一些事情 我自己听下来 我感觉这个人真的是不懂比特币 我之前的猜测呢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我之前只是听他讲一些直言片语啊 那今天呢是比特币大会 那么在比特币大会上 你讲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然后呢 你想用这种皮毛的东西来忽悠 整个大会上的比特币的holder 我觉得呢 这个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那至少你要做足功课 你要尊重现场的2万多观众 甚至是说全球的 所有的加密货币投资者 但是呢 Donald Trump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所期待的 他今天呢 能够说要把比特币呢 列为美国的战略 这个储备资产 那也就是说这个叫Strategy Reserve 但是呢 他说的是Strategy 这两个词呢 有非常非常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啊 那其实这个比特币大会的这个举办者 叫Bitcoin Magazine 他们呢是故意的在偷换概念 因为我从头到尾 我没有听到Donald Trump说任何的Strategy Reserve 那我们来听一下吧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plan today I am announcing that if I am elected it will be the policy of my administra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keep 100% of all the Bitcoin the US government currently holds or acquires into the future we'll keep 100% I hope you do well please this will serve in effect as the core of the strategic national Bitcoin stockpile 好他这个地方说的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Stockpile 非常的loud and clear 非常的清晰 那么我说实在话 咱们这个母语不是英语的 这个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都搞不清楚 这个Strategy Stockpile 这个Stockpile 跟Result到底是什么区别 因为你要是去找翻译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呢都叫储备 但是呢我现在好在咱们有这个ChessGPT 那我就用ChessGPT来问了一下 他那么他说了很长 他说这个是前面说 这两个词呢 有的时候会互用 但是呢在通常情况下 他们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那为了方便大家看 也方便我这个做这个视频 我让他让ChessGPT翻译成了中文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这个Stockpile Stockpile 他是翻译成战略库存 那么战略库存和战略储备啊 这样翻译的话 我们就非常清晰明了了啊 一个是库存 一个叫储备 那库存呢通常是指这个政府在组织战争 自然灾害或供应链中 这个等这个中断 或者是这个危机的时期 为应急使用积累或维护的大量的材料 商品和资源 那战略储备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这个在紧急成功之下呢 供应渠道中断时能获得必要的物资 那这里面呢包括医疗用品 原材料和能源的这个资源 那战略储备呢 就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术语 但是呢 这个战略储备呢 是我看了一下啊 那么我们看底下这个金 是用于这个金融 那么我不知道 Donald Trump这里面呢 他是写错词了呢 还是怎么着了 那这里呢 我再插一句啊 那我今天去呢 确确实实 我通过朋友的朋友 找到了他们团队中的两个人啊 那我跟他们有一短暂的一个对话呢 那我今天是想要 要到Donald Trump 他们团队的这个Selona的地址呢 然后呢 咱们可以空头给Donald Trump 一些这个川普的代币啊 在Selona的链上 咱们推的这个币 但是呢 这两个人完完全全不懂啊 什么 我没有这个Selona 这个不知道这个什么 反正就是含糊其词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猪一样的回答 就是你们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竞选的一个团队的 这个里面的人 你们竟然连Selona的地址 或者什么是Selona都搞不清楚的话 那搞什么加密 来到比特币加密 这个大会上来忽悠谁呢 对吧 呃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我超级不爽 就是我一方面呢 是这个听下来之后 Donald Trump 就是我感觉 给我的第一直觉 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完完全全 不懂比特币 不懂加密货币 所以说他说的所有的话呢 都是啊 都是为了来这个拉选票 而讲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主要的一些 呃 这个这个区别吧 那区别的战略储备呢 战略库存呢 就是这个一些特定物品 比如说这个医疗啊 紧急应急的 那么战略储备呢 就是更广泛的资源啊 既为应急 也为长期战略的目的 那比如说这个能源安全的石油储备 那当然了 这个黄金呢 也是美国的这个战略储备的一个资产 那他们两个这个管理方面呢 一个是在危机时的快速部署和使用 那一个是强调长期稳定和安全 那通常有效的释放 以缓解市场的波动 呃 所以说呢 这两个里边 一个是国家疫苗 或者紧急医疗的设备 那一个是这个石油储备啊 石油大石油大量的原油 以应对重大的供应中断的影响 那这两个概念呢 对于国家安全和应急准备呢 都有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他们服务于不同的功能 并相应的进行管理啊 以应对啊 各种类型的危机的这种需求啊 那这个其实呃 其实我今天在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 呃 看到他们这个帖子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失怀疑态度的 因为我非常确切的 我没有听到strategy reserve reserve这两个词啊 呃 那么那这里呢 并不是说这个咬文厥字 呃 怎么怎么地啊 呃 那实实在在的 我们讲啊 这个要么就是他不懂啊 要么就是偷换概念啊 怎么反正anyway 那么他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那也有人说呃 我对他的一个预期太高了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预期太高了 他讲了这个 我觉得今天他讲的最 最有这个 最让我感动的一些话呢 还是说第一天呢 要解雇这个Gary Ganser了 就是SEC的这个主席 那其他的对我来讲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那么尤其是呃 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 这个呃 举出来这个free rose 这个rose是谁呢 rose呢 就是这个丝绸之路的 当时这个被判了刑啊 他好像有两项 两项死刑 还有一项超过40年的判刑 呃 总之呢 这个丝绸之路 呃 那这哥们呢 呃 是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我还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 那么我在现场看到了很多人是义务的 呃 去发这个T恤 发这个T恤衫 然后衣服嘛 就上面写着这个free rose 然后是walt trump 但是呢 川普怎么说的呢 川普是说他上台之后呢 呃 他要这个减轻他的刑期 而不是说把他给free掉啊 并不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那这是另外一点啊 那么他说的呢 什么这个不要出备 不要出售这个比特币啊 等等等等 然后呢 呃 还是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 就是他没有讲到要去买这个比特币 没有说他上任之后啊 要代表美国政府或者是建议也好 或者怎么的呢 是去买这个比特币 而是说把现有的美国政府 手里面的20万枚的比特币 转为这个strategy stockpile 把20万枚的现有的比特币 转为这个战略的库存 而不是说啊 持续的去买 那么呃 后来这个有一个叫森斯亚 这个lumens这个议员呢 紧急跑过来啊 就是川普下台之后 呃 从这个台上下去之后 那这个议员马上他跑过来 他说他在拟定一个法案 他已经把这个法案提案给呃 给贝尔嘛 我我理解的应该叫法案 这个法案他已经拟定好了 说下周呢 他就要去提交 那这个法案呢 是说要提议 让美国政府呢 在五年内要买100万枚的这个比特币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可能的 就是一个紧急的一个救场 但是Donald Trump 他根本就意识不到 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那所以我们才看到啊 那川普在这个地方 呃 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加州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呃 如果说看是这个当地的时间的话 就是川普在这个地方 正好啊 从这个地方 呃 然后呃 他上台开始演讲 然后呢 这个比特币就掉了1800多点 那我旁边的那位大叔呢 刚刚就是骂他迟到吧 一边看着这个手机 这个比特币往下掉 就说着啊 呃 he said nothing he said nothing 就是一直在说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什么也 he know nothing about bacon 一直在跟我说啊 在抱怨 其实我本来 我还是非常平静的去听这个川普的这句讲话 但是呢 我我也觉得啊 真的是没有什么营养可以啊 那么我们说实话实假 那如果说你觉得呃 那么川普讲的很有道理 如果说你觉得川普讲到你的心坎上了 那么你要反思一下你自己了 那么呃 根据我非常浅显的这么对比特币的一些认识 对加密货币的认识的话 那么我认为 Donald Trump 对于加密货币 对比特币一窍不通 而且呢 我跟他们的团队的两个成员聊到了 Selona 他们不知道啊 而且呢 我是在通过朋友的朋友去问他们的事 之前就是说 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要到你们团队 Donald Trump团队的 Selona的一个一个地址 我们要去空头 要rdrope一些代币 一些token 那到最后给我的答案就是 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让我怎么相信 那怎么在在这个视频里面告诉你 你懂加密货币呢 所以说啊 那如果说这个Donald Trump 他这一次败选的话啊 那么没有得到加密社区的支持的话 那我觉得呢 是活该啊 活该 那么因为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些成员呢 我认为一点都不容易被忽悠啊 虽然说现场这个我们看到的东西呢 是非常的激情澎湃的 就是所有人都是也是热情高涨 但是呢 我们神势求是讲 那么Donald Trump在蹭比特币的流量 这一个多月以来 他一共募集了400万美元的这个捐款啊 那其中呢 还有Janyman这个双胞胎 这两哥们一共捐了 最开始的时候捐了200万 那后来就是因为 美国法律有规定啊 就是个人的最高的捐助呢 不要超过84万 所以说他们两个加起来呢 应该是170万不到 170万左右 那么400万减就170万 那么还剩130万 那么这130万是其他的散户捐给他的 而没有什么更多的大佬了 那之前听到的什么Coinbase啊 什么什么这些大佬去捐助并没有 所以说我们实时求是讲 那川普这一次啊 不会得到加密货币社区的广泛的一个支持 那如果说这个实话 那贺锦丽啊 那哈瑞斯的他的竞选团队 或者是哈瑞斯本人突然站出来 亲啊亲加密货币 就说我们要做一些 当川普做不到的一些事情的话 那么川普在加密货币这个社区的这个声望 这个威望就全部就降下去了 就就本次大选的 我不敢说他百分百输啊 那也差不多了 百分之九十他就输掉了 那因为这一次的大选呢 目前来看这个哈瑞斯贺锦丽的支持率 跟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 是不相上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中间摇摆州 然后呢加密审去的这些成员 那很关键啊 非常关键 5000万的选民 5000万张的选票 如果说他拿不到的话 必输无疑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基于今天 因为今天这个所有的听下来呢 只有Donald Trump 这个是现场 比较轰动的 现场有两万多人啊 那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男厕所排队 女厕所没有人 这种现象啊 那也是呃 跟大家来整理一下 那么呃 我明天呢 回去回到加州的家里面之后呢 那可能我会再继续跟大家聊一小 聊这个丝绸之路 这个Ross 呃 他的名字叫Walbridge 叫什么 Ulbridge Ulbridge 那Ross Ulbridge丝绸之路的这个人 那我们看看他到底 以前犯了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背后支持他 默默的支持他啊 那还有一点啊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场 现场的群众的反应啊 喊川普的次数啊 一共好像就有两次 但是喊Frey Rose 大概有大概四到五次的样子 那从这一点上来看 也就是这两拨人啊 加密加密社区的人 以及川普的竞选团队 互相利用啊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